你没有break 那可能是不对的 大家就应该这样子 这样的话你就导致自己了 这里原来是break 是你自己提出来的 不是我说的 那就说明你是自己掌握的 对不对 我没有教你 那时候是你掌握的 这就可以了吗 好 走 一 现在是一个了吧 那现在是一个了 是吧 2 都一样了 对 5 5 都没有他就什么都不输出 是不是 但是这样不友好 我们做任何系统 他可能就会有要求 改善用户企业 是不是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很多 比如说 Declory EasyUI ETGS 在这个做出来可能是更比较好看 是不是 那他不能 目的不就是为了改善用户体验吗 为了改善用户体验 作为我们开发人员 牺牲太大了 是不是 啊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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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好 学 好 这些 这个 多么痛的领 是不是 啊 除了我们这些开发人员 是不是 我们班长好像还在加班 是不是 但是他的宗旨呢 目的还是就是为了改善客户体验 那现在我就想了 我输一个5 你告诉我没有这个5 5功能还在开发呢 还没开发出来呢 那咋办呢 是不是就需要在我们的switch这个地方又给你又给他去加上他继续给他停充补充完整呢 是不是 因为在这里面他还有个叫做Default 是不是啊 还是Default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给他再加一个 Default Default就什么都不是 那就是说 该系统 会 提供其他 你最后一个了 那你这个Break可加可加 那就是没关系 是不是 那这样一来的话 客户体验就稍得好一点 1 可以注册 好 我来写个 99 他告诉你 没有啊 该系统没提供这个其他公司的话 先重新选择 是不是啊 那好 那重新选择我还能写99吗 写不了 就是啊 这时候就写不了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就要提供什么东西了 啊 刚刚说吵吵吵吵 先回家是吧 好 路上注意安全啊 那这时候我们就就想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刚才这个 湖北的这个你这个12572030 要的啊 能不能用你 是吧 啊 就会这时候就可能要用了什么呢 循环了是不是 循环了 那这时候你用外循环也行啊 不用外循环也可以 就是啊 这是一个最为基础的一个部分吧 这个部分你应该都应该都了解了 是不是 就是一个最支持部分 好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switch 那这时候呢 就需要有必要问大家一下 比如我们说啊 switch和if的区别是什么 啊 switch和if之间区别是什么呢 嗯 一个是范围 一个是具体的点 啊 说白了 就是一个是什么 区间 是不是 啊 是不是一个区间 一个是什么呢 等区 就这样的区别啊 啊 你等于几啊 等于一等于二等于三等于四 是不是啊 啊 这样子 嗯 所以对这些东西 想到了支点 那你就可以衍生一下 哎 这个东西我找了没有 我能不能说出来 一个一二三四五呢 是不是 而如果你能说出来 那说明咱们的确是 就是 稍微的在往前面想一步就可以了 好 结束啊 我们这一部分就结束了 不要了 接下来 我把它复制一下 为了让你们好看 给那么把这个关掉了啊 开始我们增加功能了 对不对 那这是刚才我们自己写的这个 现在我们有个要求了 然后 要求就是问你是否继续 如果继续 再来一遍 把刚才东西再来一遍 是吧 如果说你这个 不继续 那告诉你啊 把这个系统推出了些使用了 是不是 像这样子 好 那在写二之前 我们加循环之前呢 我这里又提出一个要求 大家再看啊 这要求他 请都知道 请选菜单 一 是吧 刚才我们讲 要改善客户 体验 是不是 我们稍微的有点有所改善了 现在又出来一个问题了 这个就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的是 就是 改善 用户 这一个 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了 什么情况 exception 异常了 那说明这个地方 他这异常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input mismatch exception 就是你输入的什么值啊 跟他不匹配 是不是 这 格式不认识吗 对吧 那么出现这个问题该怎么办呢 还知道怎么改吗 这个问题 其实就提醒了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提醒了一个 你代码的 见证 是吧 我随随命运动一下 你就啪不错了 是吧 进不起 党国人民的什么呢 检验 那可能不行 那所以说这时候 你就考虑了 用户改善用体验吧 我们这个可以在后面再做 那这个代码进章性 可能是有必要的 那怎么样去 谢谢明亮 那么这个代码进章性 进章的程度 该怎么做呢 他说你输的格式不正确啊 不匹配啊 你要改啊 你不能乱乱别人乱输啊 对不对 来一个输一个 那你是不是疯了 对吧 可以把他拉来搜一下 哦 又不行了 对吧 什么什么什么 也不行了 有那种导弹的 就是 为什么后面有测试的测试 又分很多 黑核测试 对吧 白核测试 功能性测试 按照功能流程来 尤其不按照规则出牌的 他就乱测试 对吧 其实他也属于测试一种 对吧 那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处理了 怎么处理 啊 我们这里的话 大家应该还记得有个东西 就是我们这样的 importer 里面 他是不是有个就是 has next 大家来看 has next int 发挥什么类型 不知道类型啊 这个不是中文的啊 就是你这个可以看 他告诉你是你写的东西是不是他所要求的这个类型 是不是啊 啊 他返回之处 if only if scanning next 都可以就是valid 印证成功了 印成功了 validate 是吧 那我怎么去印证明显它是一个bler类型 那我们的if条件里面用的就是一个bler条件啊 给他塞进去 搭载一下 如果出现这个情况 啊 如果出现的这个情况说明我输入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过的呢 是吧 这是不是输入正确 既然你输入正确了 那是不是该进行这一段东西了 原封不动了 烤进去 是不是啊 诶 这样可不可以呢 我再写了 可不可以 运行一下 好 好了吗 还不知道 诶 你这里不是说 呃 如果比费了 车进来吗 但是你在这个地方已经将它怎么样了 他已经结束新增了 他他这里已经结束到了 然后你再判断 不行了 啊 这个样子不行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放在 我先判断 你这个如果说你写的对的 好 那进来吧 放你进来啊 好 否则 好 加一句话 好 加一句话 输入的格式不正确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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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证后再播 啊 请 重新 输入 对啊 好 走 这时候你在看 琵琶 让你洗来一大堆 他会告诉你 那输入的格式不正确 请重新输入 是不是啊 就你只要加上这一句话 也就改变了你的用户体验 同时也让你代管了 不至于出现这种红色的Exception 其实就很简单 在所有的程序里面 其实说 可能有些有技术难点 但是 在有些时候 也就是通过这么小小的东西 客户啊 有些客户他不懂啊 他就喜欢这些小东西 哎这个做得好啊 这个 就那么一小点他吸引了他 其实就这样子 其实在你们实际的开发呢 也有这样的情况 特别是政府 跟政府打架他就是这样子 他特讨厌这种操作复杂的 而且 因为技术有那么好的 他不喜欢 他就喜欢那种 你给我啊 你不用教我 我都会 那他就特别喜欢 好了 这是这一个 LuckyNo.01 然后我们做到这儿 基本上就结束了 LuckyNo.02 那我是不是又得复制一份 干掉它啊 我们来看这里 这里呢 你跟我说了一句话 你说 让我重新选择 你这里说 让我重新输入 结果报告半天 啥都输出来 对不起 我写错了 那我重新选择 我去 按这个键盘都敲碎了 他都没有 肯定不好 肯定不好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提供 重新写的功能 那所以这里呢 就演出了这一句话 是否继续 对不对 是否继续 那是否继续 是不是在数完之后 是否继续啊 是吧 那数完之后 继续是这里写吗 是否继续 yes or no 在这里写吗 这句话 在这里写 合不合适 看一下 选择 选择 注册 注册啊 继续 又不能写了 但是 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这里 没有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 大家也注意了 按照这个 程序的运行来讲 你要写 那你这句话 必须得暂写而已 是不是痛苦死啊 没有弄到哪一个 是不是 那你想 他每 他都是运行的 结束了 那就不需要在这里这样去写了 他运行结束了 一定要注意 所以你写的程序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如果说出现了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他可能是一块一块的结束的 因为你这 switch这一块 其实他就是一块 一句块 一句块 结束了之后 他就会运行 这句话 对吧 所以说你的这句话 应该在你的一句块 在这里 告诉你说继续 好了 那我现在继续 那我怎么样才能继续呢 怎么样才能继续呢 在视频当中呢 可能大家这个 老师有 不知道有没有记过 就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啊 比如说什么 人家活虫啊 和人家的故事 是吧 是否成功啊 就是怎么样 对吧 他都有 他购买衣服 是不是购买紧衣服 是否继续购买 不购买就离开店啊 这种小例子 都这样有啊 那这里是否继续呢 也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要注意了 我怎么 我是否继续 我是否要输啊 我这个y啊 和n啊 是不是输啊 你要输的话 那肯定是需要 又要用到这个scanner 里面 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这个y和n呢 又是一个虚拟性 对不对 字符嘛 那字符嘛 你会用X也行 那但是我们这里 也习惯了用 是不是 你要是用这个 我们的字符也可以 next char h 用X就一个 再写也行 就是可以接受你的 他返回的就是你的什么 字符形式 差了也行 如果你非得要接受差了 可以带你去写 但是我呢 这里呢 就用识讯了 对 不要麻烦 回答一下 对 好 那你我这里用来接受 好 如果 对吧 判断一下嘛 如果我回答 你这个地方是 周转 最好呢 不要用这个代理 一块 是不是上等的 等于y 那继续啊 那继续 是不是怎么办 就是 这几些东西 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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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 no的话就不来了 是不是 按照我们普通的这个想法是暂性的 那这样执行几遍 两遍 执行两遍 你再来 再写一个 写个什么遍 你就封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写可能不对 但是可能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考虑一个问题了 从这个地方 你能看出来啊 继续了之后 它从哪开始啊 从欢迎欢迎 到这里 然后预计去吗 开始这一段 这 就这一块 对吧 这一块 这一块它是用来 循环了 所以说你要把 所以说这时候你要找准一点 如果用来循环 如果用的话 你考虑一下 循环的 条件 对吧 这才是我们构成一个循环嘛 它的组成部分嘛 对吧 这时候你就发现 我们的循环条件是什么 循环体 又是什么 刚才我们都分析了 循环体 是不是就这部分 这是循环体 对吧 循环的条件 循环的条件是 这句话 是否积蓄 你Y那就循环呗 你N不循环 这是我们是不是找到的循环体和循环条件了 那最后你就要想了 循环体是什么呢 是这 从这到这 啊 这都是循环体 对不对 都是吧 好 那我就写个循环类 对吧 你写for也行 写dwell也行 写while也行 写while也可 这个是 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 对吧 好 这里 争取管大人的意见 大家 要用这个while 还是用 用什么 不熟 破的话 就不太合适了 或者大家想 就是你们 Y用的熟不熟 或者都Y用的熟不熟 如果你说Y用的熟 我们就用Y 都Y用的 这个 不熟 哪个不熟 我用哪个 那让你们熟练的去掌握它 好 我先熟练一下 如果用Y你可以写个1 读while写个2 新华是想要wile 用wile一次 大家也没再听了 还是跑哪去 这个查去啦 wile两次 在 在不在 在不在 我就要喊 玩草嘛 看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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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采取少数普通多数 好吧 用wile 是吧 其实你用wile 待会多wile 也是好办 好 那我就用wile 给你试一下 什么都没有了 wile的写法就是这样子的 这里面放条件吧 这就是熟练铁吧 对吧 多二是这样 这就是熟练铁 这里不要少了一个分号 是不是啊 知识是一样的 你看 行4 其实神也是啊 行4神4 跟现场玩似的哈 好了 我们用wile 对wile 暂时 拜拜一下啊 刚才我们讲了 我紧细了所有的东西 都是你的循环体 飞进去 那现在要做的就是你的循环条件 循环条件 我们刚才分析了 底下 多二是先自行一次循环体 是的 比wile呢 多一次嘛 对吧 好了 刚才我们讲的条件是继续吗 对吧 这个y或者n 对不对 那这里怎么办呢 那自己的条件就是 你 虚弱的是 是y 还是 n 这是你的条件啊 那你输入的是怎么在哪输的 我放在这里写了一句话 所以我继续 我输入一下answer等于什么 什么什么样 这个answer是你输入的 那我是不是现在要判断 我这个answer等于y或者n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用answer answer answer because 如果y的话 诶 是不是是循环呀 对啊 循环 循环 那自己就不需要判断了 对啊 这里就不需要判断了 好了 那看一下这个answer 不在这里报错了 它提示 你说说answer can not be restored 找不到 所以我可以把这评讯answer 放到外面来 这一切的东西呢 大家都可以按照这个流程来走 那这里就不需要这个评讯了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但这个地方你开始的时候能不能给他空啊 开始的时候能不能给他空 给他空可能不合适了 给他空你这个循环永远进不来 一次都进不来 那就麻烦了 你最起码让他进来一次吧 进来一次的话 你默认的第一次你还给他 等于你这写的y嘛 那就歪了对不对 是y y写y呢 我因为让他按手 因为是需要他进来一次 走 好选拆单1 他告诉你 是不是继续呢 继续 是不是又来了一遍 二 是不是继续呢 继续 你看 失误的格式不正确 乘起充分失数 那我重新开始了 那我数个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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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市场没有其空 哎 对吧 是重新的 就是 持续 这里呢 有一个地方就是你这地方不写错了吗 你这写错了 我写错了 然后呢 我就 没有给你循环了 是不是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拿到 按理去啊 继续就把它拿到这里来 这整个是个while 对不对 可以吧 我拿到这里来 不管你输的怎么样 我都会问你是否继续 对吧 就算你输错了 我是否歪 但是我说到这里输歪的时候 我发现 能不能输了呢 他说说这句话了 说句话到这里之后 你会发现这一点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 看好了 说说了 结束了 对吧 结束了 你写在这里 结束了 为什么会结束啊 我不是在这个话 熊王提名吗 对吧 我在这里啊 我再写一期 写一期 因为这个地方 你一定要注意 这个地方其实是你的异常 一输异常了 我提示你的计划 其实就是 加点程序进行了 终止 终止 所以自己要注意 啊 所以说你要是 怎么样 你还要把它放到下面去 再给它补一句 是吧 或者说你直接放在这 让它自动的去给你输入 因为你输入不对啊 我可以自动给你输入啊 对不对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搞定 那就这个部分呢 我们已经完美的去解决了 就这样 啊 还有一个如果他输入呢 我告诉他 系统退出了 先使用 OK 那就是说在这个wild的外面 在这 那就是输出一句话 从下 干恩 换航吧 系统退出 Thank you 谢谢 一般都很可惜 走 劈里啪啪啪解决 对 啊 输入继续呢 不进去了 这里就退出了 这样 系统退出 写实 这样就可以了 啊 这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整个过程 如果说你要用dor来写 也是一样的 这里就是do 对 oh 哦 ok 读话可以给你写好了 大家的要求都给他们 dwile就在写,wile就刚才那句写 懂吗? 我测回去啊 这是wile的学法 刚才是dwile的学法 好了,结束了 我们再继续看下面的注册会员 到了这一步了 我选择1的时候,我现在就不是紧简单单的告诉我数据这句话了 我还做操作了,可能搬来一趟 操作就是要请停写个人注写信息用户命令 对吧,出现这东西你就一须把他写进去就是了 好,请停写个人注写信息 那他比如这个下面有写句话吗 那我就这里写呗 请停写个人的信息 好,我写了这句话 然后呢,又来了一句用户名 好,我写一句用户名 为了呢,促使他和他,就是刚才我们先这种形式 在同一行,对不对 我会促使他和他同一行 我就把他ln去掉了 别样的方法 好吧 那用户名吗 那不就是用户点 还是用户名 还是用这个strin类型 就是next 他反过是个strin 所以这里我可以用 那下面又来了一句话 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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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这里呢 密码呢 我们也可以用 资讯 你也可以用 数字 随便你 这里我们就用 可能他会写函字 这个字母是那个 是吧 这里要注意了 今天这个 就是他讲的时候 就是 那样 呀 password 是不是就是你的 变量名啊 这边的名称 我们讲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 这个 定义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要 禁名之一啊 对不对 是不是要禁名之一 是这样的形式 你要了解这个形式才可以 禁名之一 这就是你定义的一个类型 这些小程 好 然后他至于这里写什么 啊 至于这前面写什么 那不就是靠你后面的是什么 你后面说识讯 那我就用识讯 你后面是 inter 你这个 自己得到的 是一个inter类型 那我就用inter 是不是 这是你的类型 你暂去定义的 就不要 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去迷糊了 好了 这写完之后 那就意味着你到了这一步了 这一步写完了 然后提起一句话 注写成功 请记好您的会员卡 好 我还以为请记好安全带 我们讲注册成功 请老子您的会员卡号 是这意思吧 然后再把你的用户名啊 密码啊 再次给你打印一下 然后再问你继续吗 继续吗 下面就到了这一步了 打印信息 打印 打印 注册 信息 打印注册信息嘛 就是用户名 当体 对吧 那你用了一个 定格嘛 用户名 当然你可以写三个 也可以 写三句话 麻烦 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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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输出 是不是你的量 加上 户名 加上 你刚刚定义的密码 就是password 是不是啊 我加进去 是一种字符上的拼接形式啊 引号引起来 加号 连接 它是桥远嘛 对吧 把这个加 字符上连起来 再加上 会员卡号 完了 到这一步了 会员卡号从哪来呀 但是系统自动会产生 四位的随机速度 作为会员卡 但是这种会员卡号没有 对啊 啊 thank you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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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亮 我 希望大家通过这次的话 能够让大家打破这种 心中一种障碍吧 如果说大家可以 这个 接受这种方式 让大家能够 非常理解 非常直观的去来 这个东西就这样吗 也就这么简单的去做到了 是不是给你 你可能我也我也会做呀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我想以后你们是我的老师 那我就觉得我成功了 以后我有什么问题问你们 那我觉得我非常开心 好了 那现在来了一个会员卡号了 那这个会员卡号怎么办呢 比方说我们会员卡号里面 有个card number 比方说啊 但是根本就没有 是不是 好了 那会员卡号 四位数码呢 不就int类型号 我们可以用int类型来做 是吧 那我在这里写吧 那现在我们来回忆 回忆一下 怎么样 随机产生四位数 随机数 那 小文写一下 怎么产生这个四位随机数 那我们很简单 通过match.random 是不是就可以 通过他是不是也可以做 可以吧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来 那我们先去个例子 test random 四位数啊 好 match 我们叫match 可以啊 不一定会得上我战型 match.random 他得到是不是 他得到是个什么东西 得到的是 0 嗯 点 记 这样吧 我就 先不写他啦 我们先 把它给 输出来 输到了 走 0.9 0.02 0.004 0.06 好了 不运行了 0.07 那也就是意味着 match.random 是干啥啦 0到1的小数 good 那我 那我问一下 张伟啊 你说是 0到1的小数 0到1的小数 那么 我问你 他有没有可能 会输出0 有没有可能输出1 就是他有没有可能得到0 或者有没有可能得到1 张伟你可以思考一秒钟 回答一下 不可能 是不可能得到0 还是不可能得到1 还是两个 两者皆不可能 写完就是下手 比别人快多了 有0没有1 就是有你没有我 这你是考验我数学呢 半开半笔去间是吧 这也打反的吧 是打反的还是对的 我不记得了 数学里面 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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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写 还是有0没有1 对的啊 我这个拍子怎么写的 我记得是这样写的 这是开 是B去间 开去间啊 这样子 就他可能会有0出现 但是他会无限的去接近1 但是不可能出现1 就是说是大于等于0小于1 是吧 这样子过程 那所以说如果说我这样 那这样好吧呢 那这样我问你了 我现在要得到四位数 那就好办了 是不是 四位数 四位数我在这里 一下给他乘一个1万 多了啊 我给他乘1万 可不可以 诶 那是不是可以了 大家想想 我站住啊 可不可以了 我乘一个1万吗 1万你算一下吗 是不是就有四位数了 不行 为什么不行 我这里不有四位数了 你看 你看 哦 麻烦大了 诶 571 怎么还算是三位数啊 诶 四位数 四位数 刚才我看见他出现三位数 诶 又来一个三位数 诶 可以再写乘一个1万 因为他可能出现0.0几 对吧 你再一层可能会出现三位数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成四位数呢 那如果我使用这个东西 你看看 match点 它有一个叫做 follow 我把它放到这里去 我把这个整个的数出来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行不行呢 这样会不会出现三位数 跑一下 5037 202 刚才我看到 又来了一个什么 三位数 又是三位数 你这样做 你这样做是把后面的这些小数都干掉了 是不是 但是又是三位数 你就算这样把整个扣起来 然后把它变成一片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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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这样也不行 这样做 虽然说你是取整了 但是这样做 还是不可 那么 那么有没有其他方式呢 我 我这里做的目的 就是 我要做的是避免三位数 对吧 把上面的三位数给干掉 去掉 我怎么把三位数去掉 用max和min来限制它 最大的是多少数 最小的数量是一千 最大数就9999 就是这意思吧 不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那这样是这个意思的话 那我 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这样做行不行呢 match 不断等 就这样 乘一个 999999 点去 一千 再乘一千 再乘一千 再写不行,再写的话就成了这样的维数了 错了,别忘了 最大的数最小的数乘以1万 还有吗? 马克思 他们进行比较吗? 知识堰一言吧 才三 哪里知识堰一言吧 才三 其实这个数白就是乘以一,你这个减出来就是乘以一 但是我怎样才能把这个三位数都去掉 大家思考一下 好,这样 我们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就姑且吧,姑且我用这种方式 姑且用这种方式给你去写 然后呢我们再做这个后面的一句话 那也就是你这时候你这样能够得到思维数 我把它拿过来 那一说完了,你这个cut number就这样写就可以了 然后再给它,是不是这意思 那再来运行是不是就得到你刚刚出车的信息了 我选择1,我们来运行一下啊,不耽误时间 我们再选1,写注册 好,请写个人信息吧,你写一个admin 大家再试考一下啊,这个怎么办 待会就给你写,哦,这个密码我还没有把ln去掉吗 没有,像 先写着吧,运行 他这里是不是告诉你注册成功了 然后请劳记你的会员卡号,admin 对吧,然后运行是123456,是刚才你写的 然后呢,会员卡号是4144 对啊,是4144 可以吧,那这样的话就完成了一步操作 我们的注册车中 然后注册成功之后,就可以登录了 登录呢,就用刚刚注册的东西去进行登录 那登录admin123456 然后,成功了你就告诉我欢迎admin 那没成功呢,没成功让他继续输 但是最多呢,有三次的输机会 那最多有三次 那至于我们说三次这样子的 大家想一下啊,我们执行发起了 三次 这个三呢,是不是次数固定 我们是优先采取哪个循环来做 但是这个视频里面会讲到啊 就是三个循环的区别和他的失踪场合 对吧 对于次数固定的来说 我们会使用哪一种循环 for 对吧 重复循环 对于次数不固定的,我们会使用while和dwell 然后再依据你是先执行呢,还是先判断呢 你还是先判断后执行呢 对吧 比方说刚才那样子的 其实很显然我们对于这个例子来说 你用哪个比较合适啊 师傅,你先运行吧 你看这个是不是新运行啊 运行一遍,然后再问你吧 就先执行后判断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合适 但是优先应该采用什么呢 do while 来做 是不是啊 do while 来做 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地方 对吧 我们说你可以优先采用do while 来行 当然你万数也行 也行 也是可以的 不是说不行 你使用do while了 那你这个地方就可以 可以不用定你把它定成mode while了 是不是啊 你把 while 放在这里是一样 都可以啊 都可以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了 我们考虑了一点 你登录的话 要判断,判断完了之后 还有三次机会 然后还判断还用货 是不是啊 这么写 那这里你要注意看了 我们这里 在登录 登录是要输什么东西呢 登录的时候要输 请输用户名 请输入密码 ok 两句话可以 请输入用户名 为了 那再也同密码 我们把ln干掉 我先把这个写下啊 请输入 请输入 ok 好 那输入用户名 是不是又是你重锦盘输入啊 重锦盘输入又得用 unport 点 这样子 那这个又是一样的 那现在想一下 你这个输入的用户名 跟上面这个用户名 你能用同一个变量吗 如果你要同一个变量来用的话 那你这个永远没法别了 都一样 是不是 你这个书 你这个nam和password 是什么样 是你登录的这个注册的东西 你现在是不是临时的 这两个输入是临时输入的 临时输入东西 不能用他们两个 所以你这里应该用 string 比如说nam input 是临时输入的 对吧 这也是你临时输入的密码 password 然后用这个name input 和这个name比较 对吧 用这个password 和这个password input 比较 如果他们两下等就告诉你 欢迎 谁是谁 如果不限等 告诉你 对不起 你说错误 你还有几次机会 给他试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了 那现在开始比较吧 如果上面的name等于这个name input 并且上面的password等于你注册的password 我又告诉你 欢迎 是欢迎吧 什么意思 欢迎你 对吧 欢迎你 加上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但是发现自己报错了 我们发现他一个小段pro 又回了一小船 我们看一下提示 他说 这local 什么 这个 现在是你的什么变量呢 取过变量 一样 对吧 password呢 也许啊 没有not helping 没有怎么样 initial 说明他问你 他说你变量没有错识化 但能用 能调用 不能这么去运用 只能写出来 刚才提示 我们看到了 那也要跟我说了 没梳妆吗 我们这里不也出事化了吗 使用name的input 但是考虑一点 input next 是你输入才可以复制的 你根本就没有在出事的时候给他起吧 所以他把他做错误了 所以你这个name和password 要给他出事化 在哪出事化呢 这不简单吗 我在这里写不行吗 在一个框杯 删掉 看行不行吗 还不行 因为这个switch case是一个结构 因为在这个结构里面出事化了 在这个结构里面出事化 没说没说实话 对吧 等于是等于是没有这个变量 等于没有 所以不能这么做 他结构啊 对吧 注意了啊 所以说你要把这个量吗 跟这个answer一样 在那这边 我给你出事化一下 这个answer呢 我给你出事化一下 不是answer是这样的吗 password 我给你出事化一下 对吧 好了 那现在这个就不要了 注意啊 注意我的前提啊 我的前提全都在面方法这个里面写的 所以说你刚才出现 可以刚才 这不是全局变量啊 这还是局部变量知道吧 我前提是在这个方法里写的 这是你刚开始最原始的操作 好了 现在再写就可以了 欢迎你自己 搞定走 我们不能直接等路啊 你必须先注册 这就是说没有保存结果的一个坏处 好 yes 跟路 123 对吧 密码是222 走 他说我欢迎你啊 yes 可以了 好 不结束了 结束 对不对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一步我们已经 做到了 这一步 做到了 去分一下啊 好 那么现在要做的是 万一我输失败了怎么办 写错了 写错了一次 应该再来一次吧 再数一下 再数 再数 一至三个三次结束之后 就不能再数了 所以说这里该怎么办 这里要开始了 刚才我们同学都一致认为啊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 for 使用for来做 对啊 使用for来做 那么使用for来做的话 那大家想一下呢 不管你用for 图画也好 他是不是都需要我们的这个循环的 体压和循环条件 对吧 那这里我们就要把握一点了 哪个是你的循环体 哪个是你的循环条件 你来看 循环体是你不断的干嘛 错了你要不断的循环这两个操作 错了你不断的写 不断的写 不断的写 是不是 这是你的循环体 循环条件呢 是这个最多有三次 是有机会 这是你的循环条件 好了 现在我们回去讲了 我负呢 我要用负 条件我找到了 这里面的二呢 等于几 是不是 你等于零也行 小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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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几 小几 再一一循环 是不是只能循环三次 又二次能循环三次 那这东西说呢 我可以倒须吗 你为了做我们的这个次数啊 还有几次对不对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 这种也行啊 你可不可以改成 一等等于零呢 等于零 然后I怎么样呢 它要大于零二 是不是 然后I呢 简简 是不是也可以啊 好了 那循环体是哪个呢 这一大堆就是循环体 紧切进去 这是循环体